富岩上季开始就开得挺好 也试过在联赛排过第六名 因为之前那两次在英超 其实他们降班那两年 他们的开局都不是那么英俊 其实今季头八个星期 有四轮赛事都要对着Big Six的球队 所以赛程上季初来说都算艰辛 但今季就没问题了 第一轮联赛就可以作客赢到爱华顿 虽然有少少吃力 稍后再补充多一点 为什么吃力呢 因为其实他们在季前 就只是踢了四场热身赛 我觉得以英超的球队来说 他们的避战是有少少不太够 所以你看到对着爱华顿那场 其实对面都很多攻门 但是难路的高飞低档 令到富岩最后都可以补到这三分 还有有一球就叫做吃了炸糊的爱华顿 那一下你看回精华 其实难路就出刑就 球证就说他被达高夫斯基 就撞跌了 就是撞低了 所以令到他脱了个球 结果就被对面射进空门 结果就 这球也是推翻了 但是大家就看看觉得是合不合理 我觉得其实达高夫斯基没什么明显的动作 不要说那球 说回富岩本身的整体人脚 还有一些基本球队的资讯 因为其实他们是英超平均年纪最大的一队 28岁左右 还有13个球员 夏年的夏天是合约期满的 那有些都是球队的重要成员 包括防守中场的夏里顺列特 右闸的坚尼迪迪迪 还有就是中坚的艾达拉比奥约等等 所以都开始要考虑一下 未来这一两年的组军 尤其是教头 马高斯华和他团队的几个成员 那份约都是暂时来说去到今季的季尾 所以富岩这方面就在教头的合约和一些球员的未来的去向上 好像就不太明确 另外就现在暂时来说球队很重要的球员 上年也是刚刚新加盟的普通牙防守中场 帕尼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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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實上年阿迪士也是試過去到寶基礎季尾階段 也是曾經是客串踢過左閘的位置 但是本身應該都是中堅的材料來的了 用球能力啦 就是用球也不錯啦 中後場啦 都算是淡定的 單防能力當然要再去考驗一下 2250萬歐元都貴的 對於富咸來講 另外前鋒線 前鋒線這一刻就不知道米道域會不會離開 因為據說沙達拉伯都有球會是向他作出針戒 但是我想富咸都兩手準備啦 如果米道域真的離隊的話 其實都已經是簽了魯爾詹美尼斯的啦 魯爾詹美尼斯就近階就真的很失意的 上規聯賽更加是沒有球入 踢法就很不同的 不過就因為富咸始終兩翼的側擊 都是提供很多的輸送 或者全中球去到禁區裡面 所以如果你的射手搶點能力都是強的話 看看你有沒有機會撿到第二球 或者你埋門一腳半腳的把握是可以幫得到球隊啦 因為米道域就固然去投頂腳踢啦 尤其是投除制空力就很強的啦 魯爾詹美尼斯制空力就未必說好像有他那麼強 但是他勝賽的射術也是不差的 那之前兩三年聯賽你可以說他是受傷啊 或者信心危機啦 還有狼隊很暖暖啦 所以今年轉換一個環境的魯爾詹美尼斯可不可以回生啦 那另一個在狼隊加盟的就是 都是新加盟的就是艾達馬查奧爾 艾達馬查奧爾就免費加盟的 因為他跟狼隊就完約了 一個踢法特點很鮮明的球員 那麼對上三季呢 其實他就都是在聯賽入得一至兩球而已 所以距離都富咸 到這個作用是很簡單的 在右邊做推仗做爆破 然後彎的傳衝球迷中間就是這麼簡單的 那所以這些類型的球員 反而可能都適合現在的富咸 那麼走了的球員 其實就是蘇勒蒙啦 蘇勒蒙我覺得他的作用上季 就是都對於富咸前戰來說 尤其是在邊路球員 那個左手邊左翼的突破那個位 他都是一個腳法啦 還有就是突破能力很頂級的一個邊路球員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借用其滿了 另外借用其滿 就是有些上季借了過來 都不知道為什麼借了過來 就是譬如你說法國左閘 古沙華 另外右閘的斯迪蘇亞利斯 都是今年就不會買斷的了 另外就有四個二十九到三十一歲的球員 是來了隊的 那些都不是說什麼很重要的成員 所以就再加上上季都不在這裡借帳 包括門桌的加山尼加 或者是左閘的祖霸恩這些 那些也都今季是放走了的了 所以都富銜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蘇路蒙一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你說離隊對於球隊的影響 球隊其實這一刻我覺得呢 就二閘位置就有少少不夠人的 尤其是剛才說我的左閘 因為本身正選的是安東尼羅賓遜 他就沒有傷沒有病的話 都一定是球隊的必然正選的了 都是在邊路一個近年 雖然你說上季看的助攻數字 就不太突出 但是美國國家隊也好 在球會也好 我覺得他上來的那個 上落的頻率也是挺有效率的 而且上到來其實都挺 助攻的威脅性都不錯 全中波也是挺簡單直接的 但是如果他傷了的話 就可能要用到卡雲巴斯 卡雲巴斯就不是一個正宗的左閘材料 另外右閘也是的 右閘其實就是你見上屆 曾經有一段時間 迪哥圖華列特也要踢這個位置 他就是富銜陣中的萬金油來的 兩邊的翼風 正前鋒位置 後上副鋒位置 後上副鋒位置 或者是右閘 其實他都在上季是先後擔任 第一輪連賽也是靠他入球 所以他在富銜來說 就是一個戰術棋子 一個多功能的球員 今年也是一個 一對球都要有這一類型的 角色的球員 還有就是中堅 其實中堅曾經在季前熱身賽 柏爾軒拿雙那一場 他就是踢中堅的位置 但是長遠來說 我想他都會回歸回防守中堅的位置 所以中堅其實都有四個選擇 那和我上季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我上季陸富銜在前瞻的時候 只有兩個常規中堅而已 那麼今年的祖軍呢 就叫做 祖了或者是祖完成和祖落實的 那個基本的班底 就沒有去年那麼混亂的 那麼中場那裡呢 我自己就推介一個球員 就是露傑 露傑這位賽爾維亞中場 其實是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是很被低估的一個 很有攻守兼備的球員來的 因為其實中場中有三個球員 都是可以打雙核 或者就是前一格踢過十號位的 當然啦 其實你說富銜就算這個十號位的球員 都本身不是一個很有創造能力 或者就是 後上埋門那麼強 或者就是進攻意識那麼強 都是基本上保持著三個中場中 是一個形成一個三角形 那麼在說哪三個呢 就是 盧傑卡瓦尼和安祖斯彭尼娜 其中盧傑其實前季在拖蓮奧 他有五個入球進章的 他是有一定的後上埋門的意識 不是說只是踢一個六號位 或者只是傷害其中一個 那麼另外就 卡瓦尼也是 卡瓦尼其實呢 就曾經試過在英冠 有三個球櫃是入到八球或以上的 但是現在年紀大了 那就多數都是墮後少少 就做一些策劃的攻勢為主 那麼另外安祖斯彭尼娜 就這個前季的球員 上年都有四個入球六個助攻的 就是派牌啊 教炮啊 一些軟射 當然啦 軟射他的能力 就是射 你喜歡軟射 和你那個軟射的準成度有多高呢 都不是說掛勾的 但是安祖斯彭尼娜 那本身都是有一定的防守意識 所以其實他放在後一格 還是前一格的10號位呢 他也是沒問題的 所以富閑中長中的基本的佈置呢 大概是這樣啦 那麼反而就 逆風那方面就 剛才說過了 落底全中 但是落底全中來說 其實你看到逆風的鳥子 就不是說特別突出的 剛才說過艾達馬查奧爾 你都知道他真的在右邊 六步單方是飽了一段下去而已 那麼威利安其實就 年紀大 但是年紀大得來 上季都依然是富咸一個 在數據上面 很突出的邊路球員 勝在兩邊都可以踢 還有就是他用球的火候 都是逆風來講 最為有卡士的一個 那另外迪哥道華里達是另一個 就是他是一個 挺勤力的 防守型的逆風 但是挺存在 還有就是哈利威爾遜 反而他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左腳仔 喜歡打在右邊 那麼 都看看這一類型的球員 會是多另外一種 就是逆風的 類型的選擇 前鋒又怎麼樣呢 前鋒其實就看看 米道華里走不走 那麼剛才說過 就他和魯爾茲米尼斯 那麼反而其他的選擇 例如卡路士雲尼斯奧斯 是叫做上季的季尾 那幾個星期 才加上入到三球而已 都是一個本身踢法棋單一 一個高大哥的正前鋒 在前面 衝一下 還有就是 新人的史丹斯菲特 其實上季就借了去 英甲的埃克塞特 但是今年季池其身賽 我看到他也有上陣 還有就是 第一場也是有在後備 那都是 看一下 他的上陣次數 或者就是 他會不會 外借出去呢 都是很視乎 米道會不會是離隊 其實還有一個就是 諾迪高蒙尼斯 但是我沒有放他進去 因為他的季前上陣 就不是太多 所以 總括來說 我覺得 富咸今年的新加盟球員 如果你是富咸粉絲 你就未必感到太高興 或者太興奮 因為卡文巴斯 一個叫做 新人的中堅 一個冒起的中堅 但是其餘 叫大馬炒爾也好 魯耳之米尼斯也好 也好 近季發展是一般的 所以收購方面 就不算太多令你高興的收購 但是富咸我覺得結合一些祖軍 或者是合約情況 我覺得他們今年是會下跌的 但是又未至於去到 互吸漩渦那種 所以 跌到可能是下半板 12、3位那些 那我又不知道大家 同不同意富咸 今年這樣的走勢